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的悬疑恐怖电影《高个儿夜魔》 影片刚开始是一个小镇 看着小镇的繁华程度还不错 原来因为有点矿产业 所以经济发展的还可以 人们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 但是矿产资源这不经挖 没挖了几年就没了 小镇上的人很快就没有了收入的来源 没钱那就意味着贫穷 慢慢的镇子上的人生活水平一天不如一天 最后他们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 反正没钱过日子 女主人公是一个护士 她的心非常善良 谁有个伤伤病病的 她就主动过去帮忙 如果谁家生孩子了 她更是很高兴的去看看 因为她喜欢看到新生的婴儿出现 她对生命的降临非常的感动 有一天她这里忽然来了一个女孩 没有结婚就先有了孩子 女主人公就打算帮助接生 结果孩子顺利的生产了下来 女主人公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这个小镇上未婚先玉的情况也很常见 但是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令小镇上的气氛变得很诡异 那就是小镇上已经发生了好多起孩子丢失的案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警察也没有找到破案的线索 所以目前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小镇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高个儿夜魔把孩子抓了 女主人公的老公去世后 她就和保姆一块照顾孩子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从梦里惊醒了 看到保姆竟然被人绑在了地上 儿子也被神秘人抓走了 作为一个母亲 她就剩下了儿子 这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所以她拼命去追赶着货车 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她竟然真的追上了货车 她抓住车后面的门 前面的神秘人三番五次的飘移 竟然没有把她甩下去 可见这位母亲想救孩子 强烈的执着 她好不容易把后车门打开 却看到里面有一个狗在等着她 狗一下把她扑到了地面上 对她就是一顿狂咬 尽亏手边有一块大石头 女主一下子就把狗打晕了 然后她准备带着儿子离开 却没有想到被神秘人从背后打晕了 继续开着车往前走 等到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在车的后车厢 她疯狂地把玻璃打破 和神秘的人抢夺方向盘 两个人激烈地争夺之后 车翻了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神秘人竟然没有受伤 女主人公因为失血太多晕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醒了过来 她发现儿子和神秘人都不在了 没有办法 女主只能在这里静静等着 她希望有过路人能把她救起来 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警察过来了 她开着车 把女主人公带到了一个旅店 女主人公也不知道 为什么警察不把她送到医院 等到了旅店 老板娘让女主人公先去洗洗伤口 她去洗完之后 发现这里的人好像对她不怀好意 她还发现了失踪儿童的资料 自己的儿子也在里面 女主就不得不怀疑 这些人是不是专门拐卖儿童 这里对于她来说就是狼窝 她只好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她跑到一个没人住的大楼里 看到儿子竟然站在那里 她高兴地跑了过去 光顾着高兴地看儿子 却没有看到旁边的神秘人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一下子就被打晕了 等醒来的时候看到神秘人就坐在她的跟前 这个时候她说出了真相 原来眼前这个是儿子的亲生妈妈 本来这位妈妈想要指望警察 但是看到好久之后都没有消息 所以她就放弃了 转而她选择自己去寻找 或许是因为母子心怜心 她在女主人公的窗户跟前看到了孩子 这一下让她兴奋坏了 原来女主才是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 另外的十几个孩子都是被她拐走了 她觉得孩子在这里太痛苦了 这里太贫穷 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 但是这样子真的就是对孩子们好吗 女主什么都没有说 这位妈妈赶紧逼问女主 剩下的孩子都去了哪里 但是女主没有说 保姆这个时候出现把孩子带走了 原来他们利用的是矿井 把孩子转移到了外面 女主的丈夫也没有死 她靠着贩卖孩子赚钱 而女主人公则感觉自己做了好事 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 她不忍心 而丈夫感觉自我良好 不仅赚了钱 而且帮助了孩子脱离苦海 简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影片的最后保姆一直问自己 这样做真的会让自己开心吗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主人公看起来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希望所有的孩子都生活得好 不想让他们背负太多的东西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孩子们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真的会开心吗 财富并不能代表亲情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